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是第四章,SQL优化 SQL优化呢,其实指SQL语句的优化 在我们的数据库应用过程中 经常性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数据量的时候 经常性的呢,由于一个SQL语句没有写好 而导致数据库性能的急剧下降 虽然说,对于提高数据库的性能 数据库的设计是第一重要的 但是作为我们这些基础开发人员来说 我们必须了解SQL优化的一些知识 这样才可能是在我们平时的数据库设计也好 还有数据库的使用也好 可以写出更优化,更好用,更降低 更提高性能,降低消耗的,非常好的SQL语句 那为了更好的理解SQL优化呢 我们首先得弄清楚SQL语句它的执行机制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才可能说更好的去优化SQL语句 那我们经常使用的DML就是数据操纵语言中 最常用的增山查改四种语句中 优化几率最高的会是查询 提醒一下大家优化几率最高的是查询 因为插入也好,更新也好,删除也好 是涉及到对数据的一些修改 它的语法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查询尤其是在海量数据中的查询 如果一个查询语句写得不好 很有可能会浪费半个小时 甚至是一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甚至是几天 如果你稍微修改一下将SQL语句最优化的话 很可能原来需要花一两天执行的语句 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得出结果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SQL语句中的查询语句 究竟它的执行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SQL语句的执行原理 第一步哈 如果现在我们想要执行一个SQL语句 比方说CNAC的新FromTest Orake呢 首先会给这句话 给一个哈希Code的值 得到一个哈希值 这个哈希值呢 可以说是这个SQL语句独一无二的编号 紧接着呢 紧接着Orake会怎么做呢 它会去SearPort 就是一个共享词 是Orake的类存结构 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存结构 去这里面的LaborateCash去查看一下 以前是否有相同哈希值的这样一个SQL语句 因为这个哈希值是一个特定的哈希算法 会根据它的整个语句的字母啊 还有它的一些查询语句的是CNAC的 而Delete会给一个哈希值 如果说我两次都写了一个同样的SQL语句 比方说我写了两遍的CNAC的新FromTest 空格一样 大小写都一样 那么他们的哈希Code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Orake呢 会先去SearPort中的LibraryCash中 去查找是否有一个相同哈希值的这样一个SQL语句的执行脚本 好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直接用SearPort中的执行脚本 如果没有的话呢 好 我就要对这个语句来进行一个语法检查 就说我这句话到底写对了没有 如果语法不对就会报错 好 如果没有语法错 我就会去进行语意检查 好 语意检查是什么意思呢 检查SQL语用的对象是否存在 好 这个地方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这句话是C-Lag的新Test 那么这个检查肯定首先会报语法错误 如果语法正确的话呢 我就会去检查什么呢 Test这个对象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就报语意错误哈 还有权限什么的都属于语意检查 OK 如果既没有语法错误 也没有语意错误 那么就会对这个SQL语句进行一个解析 生成一棵解析树 或者叫做执行计划 执行计划的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现在呢 我是登录了Squart用户 用SQL Plus登录的 紧接着呢 我要做一个设置 Settle Auto Trace On On就设置一个自动追踪的命令啊 让它设置为On状态 就是启动状态 好的 那么我这里正常执行完毕哈 设置自动追踪状态为On 但是很有可能跟我一起做的同学们 你们的Squart用户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在敲击Set Auto Trace On 这个命令执行之后呢 汇报你们没有权限 没有权限也不可怕哈 直接使用System用户 或者是SYS用户登录 接下来的话呢 Ground DBA True Squart就可以了 接下来重新使用Squart Tigo用户登录 再去设置Auto Trace On 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清一下屏 清屏之后 我们写一个CQ语句Count新 CNAC的Count新 FromTest Test呢 是我自己建的一张表 已经往里面插入了100万01条记录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回车键之后 什么效果 首先呢 它出现了一个Count新 是100万01条 这是它的执行结果 紧接着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CNAC的Count新 FromTest这个语句的执行计划 好 执行计划呢 第一行就是Plan Hash Value 就是这样的一个 CQ语句的Hash值 1950795681 紧接着底下这个表格呢 就是这个CQ语句的真正的执行计划 它的执行计划ID 012 说明有三个步骤 但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执行计划怎么看呢 绝对不是从上往下 而是从下往上看 也就是ID为2的 就是最先执行的 你看它的缩近 是最往里缩的 好 看一下第一步执行的Table Access for 就是全表查询 查询的是Test表 影响的行数是1000K以上 的确因为我有101条嘛 紧接着第二步是做Sort Aggregate 就是做Count新这样一个统计 就会使用到它 最后才是CNAC的语句 把它显示出来 好 这个就是这个CQ语句的三步执行计划 这个执行计划呢 就是放在SharePort的LibraryCash里面 在放进去之前呢 不要忘了要进行语法和语意检查 真正Orak要去执行 这句话实际上执行的呢 是它所存储在里面的一个执行计划 好的 这个就是查询语句 在Orak中的一个运行机制 我们只有清楚的了解到了 它的执行计划是怎么写的 我们才会知道自己的写法 到底有没有可以提高的空间 以及多种写法在一起比较的时候 到底哪种更优化 好 这个就是CNAC的语句的这样一个执行机制 那么下次课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实力来讲解 CQ语句到底该怎么优化 以及它优化应遵循的一些基本的经验和原则 好的 那么我们下次课再见